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带来了一个在韩网引起关注的一个短片 在台湾的一个水族馆出现了一个美人鱼在跟人们打招呼 实际见到美人鱼的孩子们都非常快乐 但好像爸爸们更快乐 这位美人鱼姐姐的名字叫Mandy 可以在台湾花莲远熊海洋公园见到 她之所以这么有人气是因为可爱的长相以及非常长的憋气 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摆坡子非常长的时间 当然到了时间也会离开 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也不会失去优雅 为了让大家快乐 她不断地研究表情跟姿势 有了要去台湾的理由 哇,这外貌是真的吗? 如果在街上看到的话应该会有 哇,好漂亮这样 但是在水中看会有一种优雅神秘的样子 长那么漂亮也做这么辛苦的事情让大家快乐 真的很棒 上去的时候没有扑通扑通挣扎 而是维持得很自然 真的很厉害 这是下了多大的努力 憋气到表情动作 真的太专业了 18,迪士尼好好工作吧 应该要拼请她 我们大家都往台湾出发吧 接下来用两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 韩剧Moving 这位神秘的外国人 伪装成一名快递员开始了神秘的快递工作 快递员锁定了今天的目标 使得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死级 看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快递员的目标了 快递员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而老板也开始了反击 原来两个人都是超能力者 这里不只是两个人拥有超能力 还有拥有飞行能力的少年金风席 也开始了她的一天 风席会因为心情浮动 身体也跟着浮动 所以无时无刻都背着塞满哑铃的背包 因为风席还没有掌控自己的超能力 不放心儿子的妈妈李美贤 今天也嘱咐儿子小心控制能力 这天跟往常一样 这天跟往常一样 坐着前往学校的公车 风席面前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 风席对少女的外貌感受到了一丝心动 就是这份心动 让风席的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 受惊的风席马上背起了圆周率 试图安抚自己飘飘然的心 来到学校风席发现 那位女生原来是新来的转学生张喜秀 喜秀见到风席也是很热心地打了招呼 当晚风席又跟往常一样飘忽忽地睡着了 而房间的另一面 妈妈美贤掀开了缝纫机桌子背面 竟然是一把枪 美贤漫不经心地擦拭着枪 察觉到了近期的异样 美贤到底是什么人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啊 期待